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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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没想到除了他们一家人 连小军都认不出我 看样子 我真成了雨晴那样的美女了 你笑什么 小军 我是 珊珊 我是唐珊珊 你不用开玩笑了 这怎么可能啊 那是因为 我去整了容 现在我又化了妆 跟以前的唐珊珊长得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就认不出来了 不可能啊 就算是这样 你也不可能和雨晴长得这么像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 那我可以证明给你看哦 我爸爸呢 叫做唐富财 他爱喝酒 爱买彩票 整天疯疯癫癫的 没有一样正经 而且而且 前一阵子 我们还在路边 看到她喝醉酒摔倒了 这些全都对 但是怎么可能呢 那 你认识我妈吗 林阿姨呀 她现在过得好吗 她是不是还会排斥 吃路边买的便宜货啊 你真的是珊珊 不过你怎么会变成孙雨晴呢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件事很复杂 是这样的 没想到啊 雨晴跟小军相处得这么好 看来我们家以后啊 不会有姑嫂问题了 静晨 你好有眼光啊 是啊 我也觉得很奇怪 他们竟然处得这么好 雨晴能够平安地回来 我真是谢天谢地 要不然啊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是担心雨晴的病 是不是像她自己说的那样 这个急性血癌 哪能康复得这么快啊 你们说是不是 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有点担心哪 对啊 雨晴一回来 我高兴地昏了头 不过 这孩子太有主见了 凡事都喜欢自己拿主意 而且又总是报喜不报忧 她会不会又瞒着我们什么呀 天哪 你跟孙雨晴签了这种纪约啊 我也不愿意啊 就是因为那时候 我爸急着要动手术 需要一大笔签 我实在想不出办法了 所以只好答应孙雨晴啊 你都不知道 我除了整容整牙之外 我还却接受了 美姿美仪的魔鬼训练呢 为了练就符合千金小姐的礼仪 可是差点把我给折腾死了 我认识你这么久 第一次看到你这样认真的打扮 不过说实话 你真的跟雨晴长得太像了吧 你确定你们两个 不是孙生姐妹吗 应该不太可能 我从小就是我爸一手拉扯大的 对了 孙雨晴她也怀疑过 她还打电话问她妈呢 不过她妈也说 只剩了她一个女儿 所以应该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不是你告诉我的话 我真的看不出来啊 不过 你代替孙雨晴回孙家 那孙雨晴人呢 我也不知道啊 她就留了封信给我 要我好好扮演她的角色 然后她说等她病好了 就会回来 到时候我就可以做回我自己了 太好了 现在没有了孙雨晴 我就可以更加安心地待在孙家了 沈耀军 怎么了 你可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千万别让孙家的人知道啊 好啦 你放心 我们是好朋友嘛 我一定会帮你保守秘密的 谢谢你啊 对了 我刚刚听到你在门口说 什么要对付孙家 要什么不为公道 嘘 这件事情更不能说出去 那 那 那你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事情是这样的 对了 你们的顾虑啊 不无道理 这段时间 雨晴看的是哪家医院 哪个医生 我们一无所知 就凭她一个人说 确实叫人不放心哪 奶奶 要不这样吧 要是您真的不放心 我们最近找个时间 让雨晴再做个全面检查 好吗 静晨 你赶紧给黄院长打个电话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小军 你为了要帮你爸讨回公道 拿自己的婚姻当儿戏 这个代价会不会太大了 关键是这样做值得吗 事情已经走到这个地步 想要回头弹劾容易 况且 我妈是绝对不可能收手的 报复孙家和赵家 是我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如果我能选择 我真的希望可以嫁给静晨 从此过上无忧无虑的日子 可是 我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 你现在 喜欢上孙静晨了 不管喜不喜欢 这件事情 都必须要进行下去 可是小军 我真的不希望你继续这么做 到最后啊 只会两败俱伤 所以我劝你 趁现在事情 还能够挽回的时候 你赶紧收手吧 免得将来后悔 可是我妈是绝对不可能收手的 你知道吗 这两年 我们母女俩过得很苦 所以更加深了 她对孙家和赵家的怨恨 我想 我是没有办法的 难道 你就为了完成你妈的心愿 听从她的安排 牺牲你自己一辈子的幸福吗 嫁给静晨 不算是牺牲 珊珊 你一定要帮我 这件事只有你能帮我 可是 你就看在我们 这么多年朋友的份上 你帮我一次 好不好 好吧 那 我帮你 你帮我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 谁都不能说出去啊 对了 我好久都没有见过我老爸了 我想回家看看他 可是我现在假扮成孙雨晴 大病初遇 要单独出门 肯定没那么容易 赶快帮我想个借口 让我出去吧 这样啊 嗯 嗯 嗯 京晨 小云 你怎么来了 我很想你 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静晨 赵小云 你来干什么 我想他了 我有很多话想跟他说 我不可以来找他吗 他现在是我的老公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纠缠他 不可能 你说的不会是真的 我不相信 我又怎么了 我又怎么了 请进 醒了 谢谢 怎么刚醒脸色就那么难看 没事 只是做了个噩梦 噩梦 不会是 梦姐进晨了吧 我是小云啊 你现在就应该打起精神来 虽然我们这个样柄房项目结束了 但是我们之间还有很多合作的事情 你老是想着他可不行啊 放心吧 我会打起精神来的 真的吗 好了啦 我说了 我说了我会打起精神来的 我现在已经满血复活了 行了吧 雨晴啊 你的病刚好 怎么又要出去啊 是啊 你才刚出院 应该在家好好休息 外面人多 万一要是又磕了碰了呢 我是真的没事了 就是因为都好了 我才会出院回家的嘛 不用担心了 再说 我只是陪小军 去买买结婚用品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而且啊 沾沾新娘子的喜气 对我有好处啊 对不对 好了 不说了 我们走了 走吧 哈哈哈哈 哎呀 小军 虽然我今天是第一次 跟孙嘉仁见面 但是 我觉得他们看起来不像坏人 每一个人都好温暖呢 你要不要 再回去劝劝你妈 不要再对付他们了 其实 我也一直在想 他们或许不是我妈说的那种人 所以每当伤害他们的时候 我的心里也很难受 可是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要不你待会儿回家的时候 再跟你妈说说看呢 看这件事情 还有没有转环的余地 我待会儿前面先下车 回去看一下我爸 我们晚一点 再约了一起回孙家哦 好 嗯 你今天特地回来 就是为了指责我 害你差点穿帮吗 妈 我不是指责你 我是说你下次 能不能不要再这么冲动了 万一被孙伟涛 或者是黄厉文看到 那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 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好吧 不过谁叫你这么多天 不联系我们的 打你手机也不回 我还以为你发生了什么事了 才会过去看看你怎么了 妈 你放心吧 孙家的一切 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可这几天 我真的是忙着 在筹备婚礼的事 所以才没有跟你联系 哼 最好是这样 妈 那个 有什么事就说呀 干吗吞吞吐吐他 妈 我知道孙伟涛最大恶极 他应该受到惩罚 可是有很多人 他们是无辜的 比如陈彦华 黄厉文 还有敬尘 他们跟爸的死没有关系 难道我们也要对付他们吗 妈 我就知道 你一定对孙敬尘动了心 你想到要嫁给他 心里就特别高兴是吧 高兴得连你爸 是怎么死的都忘了 枉费我心情何故 把你拉扯大 你就是这样包打我的 妈 我没有这个意思 没这个意思 既然你没这个意思 那你为什么 还要跟我说这些废话 我 我 妈 妈 跪下 看着他 看看你爸爸的脸 你自己跟他说 说你不能替他讨回公道 说你只想嫁给那个 杀人凶手的儿子 快快乐乐地 过你自己的日子 妈 别嫁我 你就跪在这儿 好好地给我反省 想想你刚才说的话 对得起你王死的爸爸吗 妈 来 这不是老板吗 老板 你怎么来了 你是谁啊 不好意思啊 看你挺面熟的 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我谁 我就是 糟了 我怎么忘了自己整形了 又打扮成这样 老板当然不认得我啊 我啊 我去你面包店买过面包啊 老板你忘了啊 真的啊 暂时我好像真的想不起来了 没关系 你这叫做贵人多忘事 你来找珊珊啊 你知道珊珊啊 我 哎呀 珊珊嘛 谁不知道啊 她就是你面包店里的 那个大爆芽妹啊 你不许这么说珊珊啊 那你来找她干吗 我来找珊珊呢 那个 哎 我找珊珊关你什么事啊 哎 老板 哎 哎 又来找珊珊啊 怎么 哎 我来关心一下员工都不行吗 你笑得这么贼 什么意思吗你 不是啊 事情得有个限度吧 你三天两头地跑来这里等 等等等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难道老板你对珊珊 哎 她就是这个意思啊 少多嘴了 赶紧回去啊你 否则我下班 留你扫地啊 好好好 害臊了 嘿嘿 回头见啊 哎 看什么看啊 我是喜欢珊珊 那又怎么样 这犯法了吗 哎 你千万别告诉珊珊 我喜欢她 我怕她知道以后 她又对我反感 说不定辞职不干了呢 那那那 珊珊不是去北京了吗 你这样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我就天天来 我想总归有一天 会碰到她的吧 北京的受训已经结束了 然后 就一直联系不到她 也不知道去哪儿啊 哎 会不会她知道 我喜欢她 所以她一走了之了 应该不至于吧 话说老板啊 既然你说你喜欢珊珊 那 你不介意她的外表吗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男人嘛 都是喜欢 漂亮一点的女生啊 哎 你们女孩子 怎么都这么想啊 我就喜欢珊珊 珊珊长什么样 我都喜欢 那我问你啊 像我 这么漂亮的女生 怎么样 心动吗 嗯 嗯 你是长得挺漂亮的 嗯 但是我妈说了 长得漂亮的女生啊 不好 容易被人追走 我跟你解释这么多干嘛 哎呀不跟你说了 我先走了 拜拜 嗯 难不成 这就是 情人眼里出西施 啊 对对对对 好啊 大阁白天有人闯公门 还是个女贼 看我怎么教训你 哇 真 怎么这么乱啊 老爸都不整理的 好啊 人髒俱祸 看過什麼什麼事情 小偷 老爸 我是珊珊的 當個小偷就夠可惡的了 你半路還認了個老爸 看我怎麼收拾你 老爸 你沒事吧老爸 這回我可逮著你了 走 咱們到警察局去 不是老爸 我是珊珊的 你還在騙我 聲聲你的口水吧 走 警察進去 我沒騙你 我知道我變成這樣 你認不出來 但我真的是傻傻的老爸 我可以證明的 平常你只穿紅色內褲 因為你每期都買彩票 你希望可以中大獎 原來你早就盯上我了 我穿什麼顏色內褲你都知道 你太無恥了你啊 不會啊 誰無恥啊 你不信我還可以證明 我還知道你 上廁所不鮮馬桶圈 吃飯配啤酒 還為一張彩票摔得渾身是傷 還有還有啊 還有半年前你喝醉了 在路邊跟一條狗吵架 結果那條狗就在路邊撒尿 你就跟著那條狗撒尿了 還有還有啊 好了好了別說了 你 你真的是珊珊啊 這 你 你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啊 開了媽的心意是不可能改變了 難道我真的為媽出一口氣 就背叛孫家對我的信任嗎 好 謝謝天使姐姐 對了 別忘記拿上你的花啊 謝謝 姐姐 你一定要記得哦 心情不好的時候啊 我因為花香 心情馬上就會變好的 嗯 我一定會記得你交給我的小法寶的 那 那我要回去照顧我媽媽了 小靜姐姐 拜拜 拜拜 大姐姐 我覺得你今天笑起來真的特別的好看 老爸 你怎麼哭了呢 你就是為了給爸籌手之非 才答應人家這樣做的嗎 都是老爸不好 讓你受這樣的罪 不過珊珊 你整容後 你變得更漂亮了 這歪打正著 這也算老爸的功勞吧 不過 你很快要跟老爸分開了 老爸 你別難過嘛 我這樣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啊 你看 我現在啊 可是大董事長的千金小姐 也對呀 以前你受的苦 和現在相比 等於上天啊 好 而且啊 你當上了人家的千金小姐 是不是代表著 老爸也跟著你一起發財嗎 老爸 你可別動什麼歪腦筋啊 不是 這事兒 只有你知道 別倒出來說啊 為什麼 我跟你說正經的 反正這件事情呢 就是不能讓別人知道 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啊 不然啊 我要賠很多錢的 哎呀 好了好了 老爸知道了啊 想不到我有這麼能幹的女兒啊 竟然做起了大小姐了 珊珊 今天啊 老爸特別高興 咱倆啊 慶祝一下喝點酒啊 喂 喂老爸 你又想喝酒 不不不 是好好慶祝一下 吃上一頓 你放心 老爸呀 是有分寸的 啊 對了 老爸 有件事我想問問你啊 啊 你跟媽 除了我以外 有沒有別的孩子啊 呃 又或者是 我 是你們的親生女兒嗎 你今天怎麼忽然問起 這個問題了 哎呀 你知道我為什麼能扮成孫雨晴嗎 就是因為我跟她長得 幾乎是一模一樣 連小君都認不出來呢 你說 不是孫生姐妹 怎麼可能長得那麼像啊 你個傻丫頭啊 那天底下 既沒有血緣 又長得很像的人 又是沒有 啊 這一切都是巧合 你依什麼心哪 真的啊 那當然是真的了 你就是我唐富財的女兒嘛 你別以為你當上了大小姐 你就是那孫家的人了 你就能不認我這個窮老人 老爸了 哎呀老爸 你怎麼這麼說呢 我只是問問而已嘛 我告訴你啊 要是你看到那個孫雨晴 你也會齊心的 哎 好了好了 不問就不問嘛 反正啊 你 你永遠都是我的好老爸啊 老爸 老爸 這還差不多 你 這還差不多 音音媽媽 我幫你們買了些水果 哎呀 怎麼又帶東西來 每次來都讓你破費 這又不是什麼貴重的東西 別客氣了 對了 你好點沒用 還不是老樣子 倒是你今天很不一樣啊 氣色像是特別好啊 有嗎 是啊 姐姐 你今天臉上一直帶著微笑 真的好漂亮 就是說嘛 肯定是有什麼喜事 嗯 其實 我快要結婚了 哎呦 那真是恭喜啊 能娶到你這麼賢惠 善良的女孩子 那還真是幾輩子修來的福氣呢 哪有這麼誇張啊 小君姐姐 這就像童話故事裡說的一樣 對吧 王子跟公主結婚以後 就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了 是 是啊 那真是太好了 姐姐 你這個善良的公主啊 總算是要和王子在一起了 要是真的能像童話故事那樣 從此過這幸福快樂的日子 那該多好 多吃點啊 你現在最需要補充營養了 夠了 夠了 雨晴 你就好好吃 放心大膽地吃 我知道你要保持身材 但是偶爾大吃一頓呢 是不會胖的啊 還有啊 明天一早 我帶你去黃院長那兒 做詳細的身體檢查 還做檢查啊 我不是剛剛檢查完才回來的嗎 再檢查一下也好嘛 主要是呢 讓我們大家都放心 然後再聽聽醫生怎麼說 以後呢 該注意什麼 這是應該去的 來 喝湯 謝謝哥 跟我客氣什麼呀 不用謝 你呀 沒有吃到肚子朝天 別想下桌 像個孩子似的 多吃點 雨晴 這個都是你愛吃的 哥 你不用忙著招呼我了 小君才是你的女朋友 你別冷落人家了 小君才不會吃你的醋呢 是啊 敬辰戰鼓妹妹是應該的嗎 嗯 今天我們一定要喝個痛快 呦 老唐 今天你喝開了 難不成是中獎了 嘿嘿嘿 老唐要是能中獎 我就能當美國總統 嘿 我跟你說啊 老唐根本就沒有那中獎的命 沒那才運 你看你買彩票 連這個小獎都中不到啊 中不中獎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了不起啊 嗯 我有一個很了不起的女兒 她以後可以讓我享福 你女兒不就是麵包店打雜的嗎 那呀 有多了不起啊 她不把人家麵包店吃垮了 那就是老天爺保佑了 我跟你說 我女兒 那是橫圓房地產的新聞發言人哪 要錢有錢要權有權啊 怎麼夠了不起了吧 你一個麵包店打雜的 也想當新聞發言人 不是你喝醉了吧你啊 是啊 老唐 別喝了啊 你喝多了 來來來來 別喝了別喝了別喝了 我沒多 我現在就給你們打個賭 我讓你們看看 我女兒到底是不是新聞發言人 我們這次的風格 是歐美和日式的混搭風格 還有可以分解組合的櫃 和自由移動的隔牆 主要可以隨心所欲地改變格局 你別緊張啊 像以前那樣講就好了 你沒問題的 哪有以前啊 總經理 記者都到了 就等我們的新聞發言人了 好 我知道了 不要緊張 加油 好 怎麼了 發什麼呆啊 我覺得雨晴好像怪怪的 什麼怪怪的 我覺得雨晴這次回來之後 好像變得 變得那麼 不像以前那麼有自信 以前什麼事情對她來說 她都不怕的 而且不懂得什麼叫害怕 什麼叫恐懼 但這一次我覺得她 你想太多了 雨晴這麼久沒有做發言人 而且她現在大病出獄 有些緊張是人之常情嗎 也許吧 對了 我們今天約了去婚紗店的 去挑幾件禮服 你沒有忘記吧 我當然記得 不過今天有個重要的客戶 要拜訪吧個我 我得先去接她 我會晚一點到 你不會生氣吧 不會 工作重要嗎 你先去忙吧 那我就晚到一小時 待會兒見 小心點 大家下午好 大家下午好 下午好 首先非常感謝各位記者朋友 今天來參加我們 橫圓房產新項目 新聞發布會 針對我們的新建樓盤呢 是這樣的 這位先生 有事嗎 請問孫發言人 聽說你前段時間失蹤了 請問你發生什麼事了嗎 是因為感情問題嗎 還是因為你已經厭倦了 職場生活 還是和董事長鬧不和 離家出走 對啊 說兩句吧 是啊 說兩句吧 什麼問題啊 說兩句吧 請問是不是感情問題啊 說兩句吧 說一下吧 我先發言人請說兩句吧 你回答一下嗎 對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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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這都插不完了 就是 就是胡話 你看他 出入本公司需要打卡 鹹雜人黨一律不得擅自入內 我是鹹雜人黨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是你們橫圓房產發言人 他媽 實際上的就給我讓開 否則 我對你和你做一些 胡說什麼 我們孫發言人 可是我們董事長的掌上明珠 怎麼可能是你這種醉漢的女兒 我瞎說 各位 各位 市長請問是嗎 我們今天的新聞發布會呢 是 針對本公司的 新房產項目 那至於我個人的私人問題呢 今天就暫不回答 希望記者朋友們 多配合 你看我說的沒錯吧 老唐的牛皮啊 就吹破了 老唐啊 酒可以亂喝啊 牛皮喝不能亂吹啊 就是啊 走 我就去面前 找找我的女兒 快點 快點 老唐 老唐 老唐別鬧了 我一定讓你們心服口服 我絕不成功 讓他拿到 老唐 算了 就是算了 我上昭龍 我女兒真是發言人哪 都是你们让我没面子 你们老弟 我来找我女儿 快走 不能进去 放开我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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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怎么跑过来了 这些糟了 又是被发现就完蛋了 又是被发现就完蛋了 就是 放开我 谁在闹事 公司门口的保安 怎么没有把他给拦住 董事长 那人发了封事的硬要闯进来 保安拦不住啊 有这种事 谁这么胆大 敢在我公司门口闹事 不清楚 他说他好像要找他的女儿 还说他女儿是我们公司的发言人 荒唐 简直是胡说八道 谁不知道 我横渊房产的发言人是我的女儿 不行 我得下去看看 董事长 小金 你知道有人在楼下闹事吗 我这样下去处理呢 这点小事就交给我来办吧 不行 我得亲自下去看看 爸 王董说一定要亲自来拜访您 我就带他过来了 王董 孙董好久不见 是啊是啊 好久不见了 你看看 董事长 您先去接待客人吧 上下的事情我来就好了 你好 你一定要把这个事处理好 好 王董 请 好 这边 你不能进去了 看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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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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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出来了 看我 你给我出去 我来跟我女儿 请问你是在干什么呀 你还出来了 你不能进去 你找你女儿啊 走 走 走 去吧 去吧 老婆婆 请说老师 你不能进去吧 你们女儿 老婆婆谁呀 你不能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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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女儿 就是她 哪位啊 是哪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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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叔 把手放开 唐叔 怎么是你啊 小军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要找珊珊 珊珊她不在这儿啊 我 我刚才明明看见她的 她在那儿啊 哪个不是珊珊 不好意思各位 这是我邻居 她喝的酒 老是乱人女儿 你们继续进行记者会吧 好 原来是个废话 这就是废话 这就是废话 他说啊 我带你去找珊珊好不好 我找珊珊 好 我带你去找她啊 跟我走 跟我走 我带你去找她啊 我带你去找她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刚才呢我们受到一点打扰 现在言归正传 回到我们恒原房产 新建项目的创新设计 您的咖啡 你不是带我来找珊珊的吗 我女儿呢 你先喝杯咖啡行星酒 等珊珊跟老板开完会啊 她就过来了 真的 你可不能骗我 喝咖啡吧 好 那今天的发布会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好了 先说两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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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两句 我刚才表现的应该还行吧 在公司旁的咖啡厅小区 老爸 你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告诉过你别来添乱吗 你竟然还闹到公司去 想害死我啊 女儿 别生气啊 老爸是跟他们打赌啊 什么 你还跟人家打赌 老爸 我不是告诉过你这件事 要替我保守秘密 不能告诉任何人吗 你为什么还跟人家说呢 老爸喝醉了酒 一不小心说出来的 其实难得你有这样的好工作 我就跟他们吹吹牛吗 老爸 请你好好记住 从现在开始 如果我不在家里 我就是孙雨晴 不是唐珊珊 如果你为我着想的话 以后没事别来找我了 对啊 唐叔 你也知道 珊珊她现在很为难 你必须要帮她保守这个秘密 不然她身份被揭穿了 不但要赔好大一笔钱 还有可能会坐牢的 如果不让她遇见 回忆还温热 我不能改变什么 这是你做的选择 无能为力原谅了你 又如何 一个人的错 两个人承受 说再多的抱歉也没用 给我一百个借口 让我相信是理由 怎么要下一句话说走就走 给我你的借口你的理由 让我承受还给你 我的快乐我的回忆我的冲动 爱情抹在手中 抓得越紧失去的越多 从今以后 告诉自己是关于你不要再提 还是会一次又一次 让你闯进我冰冷的心 让我怎么爱你怎么提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